本土病例有10例 那境外移入的总共有41例 最多的还是在这个西提餐厅里面 陶渊群聚疫情再扩大 16号新增10例本土中 有6例和西提餐厅有关 都在1月9号到过餐厅内用 疑似感染源头 目前研判是案17774餐厅女工读生 与她有关的还新增了两例校园确诊 分别传给中立某高商 同校不同班的案17935 以及传给案17880的国中表妹后 又传给同校不同班的案17930 还有一名家长不放肌女儿 和确诊女工读生搭过同班校车 带去筛检站裁检 结果女儿没事 自己被验出阳性 但也代表这条传播链 已经确定烧进桃园两间学校 当然也不排除是救案的可能 不过再还要比较完整的医调 然后更观察个几天 同校的现在是在停课中 所以这些医调也要再持续进行 不确定关联性的还有这例案17928 是CDC机场防疫人员 主要工作是协助做生猴唾液 在1月9号和14号裁检都是阴性 但15号PCR结果却是阳性 目前职场矿链16人都是阴性 也都展开居家隔离 这也是机场防疫人员首例确诊 那能够确定是哪个传播链 我想那个定序出来会更清楚 到底是哪一个环节有问题 到目前还是看不出来 本土疫情升温疫苗预约率 跟着变踊跃第19期 共有87万4095人预约 预约率77.33% 以莫德纳来说超过66万人最多 第20期也将在1月18号上午开抢 抢打第三季的民众手脚要快 以免向鱼 环宇新闻 慧鸿玉 黄韵竹台北报道 请订阅 按赞 分享 环宇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要开启小铃铛 只要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 绝对自己看起来的 环宇新闻的一项 我们可以试试地 给大家看起来的 环宇新闻的一项